我们在侦办案件时,非法出入境人员向我们供述他们的亲身经历,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网上受诱骗,以为到境外能赚大钱赚快钱,然而谎言的背后却是可怕的无尽深渊。 他们从原基地到达边境地区的过程中,经常被藏匿在大货车车厢内,家藏在户屋中,到达边境后几十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出租屋内,数年窝棚中野外的山洞里,甚至七八个人挤在一个恶臭的猪圈里,每天还要交三到五百块钱。 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尊严。 侥幸非法出境后,手机马上就会被募收,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,不准出门。 每天在监视下,从事诈骗,为赌场服务,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。 业绩不达标或不服从管理,就会被殴打,惦击。 有的被关进狗笼和水牢,身体遭受严重摧残,精神抑郁崩溃,有的被抛卖淫,还有的被赌场垫炸污点,卖来卖去。 有的因赌博输了,被逼向家人和亲朋好友借钱还账,甚至被迫从事人体藏毒。 在此,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跨国赚钱一夜暴富的谎言,这些谎言只会让你发财梦变成噩梦,致富路变成绝路,终究害人害己,追悔莫及。